最近有很多朋友想让我出一期软路由中爱快的视频 我也没有玩过爱快 这次就拍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网线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笔记本连接到软路由的网线 然后现在我的软路由里面装的是一个OpenWRT的系统 做主系统 做主路由 然后还有Winster还有Linux 一般来说32V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想搞虚拟化装很多虚拟机 内存也大于4GB 内存大的话 那么还是下载64V吧 那么这次我也下载一下64V 然后我先把OpenWRT给关一下 关系好了之后 我们在储存local里面上传一下爱快的ISO镜像 选择档案 刚刚下载的这个爱快64V 上传 上传速度还是很快的 接下来先进一台虚拟机 然后名称就爱快 作为系统选择镜像 然后系统这边勾选一下 磁碟 20G就够了 CPU的话host 给你双核吧 记忆体的话 最小512 最大2GB 就够用了 放虚拟化 防火消灌了 确认 这样就完成 然后呢 它就开始创建一台虚拟机的 我刚刚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内存呢 它是要大于4GB的 那我就4096吧 刚好4GB 好的 选择E 安装系统 是的 设置一下链口地址 设置链口地址 接下来我们在浏览器这边 输入AL0.0.0.4 进入爱快的后台 密码多少呢 是不是 两个ADMI 哦 真的是 新密码0 确认 Fuck you 单前连接的两个设备 我还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把机子关了 什么事情忘了呢 你可以看到我忘了加网卡 之前在OP系统里面也加了很多网卡 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里创建了很多桥接的虚拟网卡 为什么我不搞止通呢 因为我之前有搞过 但是后来烧掉了一个口之后呢 我再也没有搞止通了 我就用虚拟的网口 好的 我们在硬体这边给这个爱快弄一下虚拟的网口 在这边网络装置 从VMBR1开始 VMBR2等等防火墙忘了关了 然后再选项这边把开机的启动向 只留一个硬盘启动就好了 这样就完美 开机 好的 这些虚拟口已经连接上了 我再重新登录一下 嗯 好了 然后来到Lang口这边呢 把这些剩下的口给桥接上 保存 保存 OK DHCP配置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看一下能不能上网 哦是可以的 嗯哼 可以上网就行 非常美丽